嘿大家今天呢要来录久违的就是podcast推荐时间 那我今天推荐的podcast呢都是以英文节目为主 然后都是以女生主持人为主 因为我可能是以前工作的关系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女生创业或者是女生职场 然后或者是女生在各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啊 故事工作故事或生活故事 那如果当然你如果是男生听这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然后今天都是以英文为主 如果你觉得语速太快的话呢 都可以用就是不管是apple podcast或者spotify 它都有内建一个可以调那个速度的 那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可以用那调满速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练习英文听力还不错的机会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节目呢是girlbossradio 是一个集结各个领域的女性创业家 或者是在各个不同领域工作的一些女生的故事 那主持人呢是一个叫Sophia Amoruzzo的一个女生 我相信就是如果有在关注不管是美国创业圈的故事 又或者是之前有看一部很红的Netflix集叫girlboss 或者是他之前有出一本书叫做girlboss 也是就是卖我记得卖的非常好 那如果不知道的人可以看这边 那最开始节目里面呢就是会讲很多不同女性创业家的故事 然后她们怎么样去发展她们的品牌 然后怎么样兼顾她们的家庭跟工作跟兴趣 在里面可以听到她们实践的心法 然后还有的过程 那如果你对于你又曾经想过要自己创业 又或者是你是女生 然后你对于职场很迷惘 你可以在里面听到说可能女性在 女性在这个社会或者是在职场上常常遇到的问题 那要怎么样去因应或解决 然后比方说职场可能有一些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她们会如何去做 我觉得在这个pocket算是我真的还蛮忠实的听众 我几乎就是我有兴趣的集数我都会去听 然后或者是她也有放一些我很喜欢的室内设计师 或者是我很喜欢一些在创投产业工作的女性 所以很推荐给就是如果你是 职场新鲜人又或者是你曾经想要创业 又或者是就是你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再考虑转换跑道啊 或者是跨领域等等 我觉得都很适合你们听 第二个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创业家 她就是Marifolio 那她的podcast呢就叫做TheMarifolio Podcast 那她的podcast里面呢 其实跟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呢 是她也会邀请很多不一样的来宾来 但是她也有邀请男生 也有邀请女生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听到一些男生的故事 也可以听到一些女性创业的故事 或者是说我觉得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她有介绍了很多 她有讲了很多她自己的故事 然后还有自我成长的心法跟实践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听到自我成长 这四个字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鸡汤的东西 就是好像就是你看了当下会很有力量 然后但是你就是可能过几天 然后或者是回归你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只是一个短暂的鸡汤而已 但是我觉得她的比较不一样的点是在于说她会跟你讲怎么样去实践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那如果你有照着这样子做的话呢 我相信应该都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或者是会对于你在安排工作跟生活之间更有想法跟启发 那她的就是我很喜欢她 所以我之前有买过她的书 她的书叫做Everything is Big Algebra 我之前那时候买的时候我记得还没有中文的译本 然后现在我有一次去逛书店的时候我看到就是现在有中文的译本了 她叫做什么啊凡事都有解决之道之类的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 然后我觉得她里面有讲了很多故事 都是她自己从小到大的故事 或者是她自己在面临质押的选择的时候 她是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她也是她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触可及的成功 她中间也经历了非常多自我怀疑啊迷惘 就是那些你我可能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或者是经历过的时刻 那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对于自我成长 或者是你对于就是她的故事 或者是女性创业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呢 你都可以去听听看她的Podcast 然后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就是女生创业 第三个推荐的Podcast呢 是The Michelle Obama Podcast 这个的话我相信应该就是不用再多做解释了 Michelle Obama之前要开Podcast的时候 其实很多就是各大媒体啊 应该就是都还蛮热烈的在讨论这件事情的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Michelle Obama就是第一集的时候呢 她就邀请Obama一起到她的节目里面 然后跟她一起聊天啊 斗嘴啊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欸 其实他们私底下相处 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是 没有什么两样的 就是会有那种特别亲近 或者是特别亲和的那种感觉 那她的Podcast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有别于前面两个她不太 不太谈创业啊 也不太谈一些自我成长 那她比较是聚焦在人际关系 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 其实也算是自我成长的一部分 那她聚焦各种各式各样的关系地方 第一集的话呢 她就是找我爸妈来嘛 聊她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她们两个之间的互动 然后再来呢 她会去找她的很多就是 俗称的girlfriend 就是她自己的女生好朋友 然后去聊说 生活中其实有这一些 就是女性朋友的支持 然后或者是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有这一些女性朋友 就是那种 算是自己的同温层的支持 对于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 一些朋友圈啊 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个 自己的小圈圈 那应该就知道说 这样的支持团体 其实在你面对任何人生的困境 或者是任何一些难题的时候 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呢 她还有去找她的一个朋友 聊了婚姻这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可能在收看 你不知道已经结婚了没 不管是已经结婚 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 可能对于婚姻 都有一些自己的想像 或者是对于婚姻 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那我很喜欢她 跟她朋友聊的那一集 对于婚姻的看法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找那一集来听 她是邀请一位男性朋友来聊 所以你会看到 你会听到说 就是她们在聊的时候 会激浪出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因为是 因为如果女生跟女生 或男生跟男生 的话可能就是 想法会比较相近嘛 那我觉得她们两个 不一样性别 或者是不一样角色 一个是身为 一个是身为妻子的 这样不同角色的时候 她们的观点呢 看待家庭 看待生活 看待小孩的教育 等等 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要怎么样去好好的经营人际关系 怎么样经营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 伴侣关系 等等 我觉得都是需要非常长时间去摸索 然后一起去练习的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对于人际关系 这一个主题有兴趣 又或者是你 就是单纯对于 Michelle妈妈的Podcast有兴趣的话 我也很推荐你去听她的Podcast 那今天呢 就分享这三个英文Podcast 给大家听 那我觉得她们的内容都很不错 然后如果 有涵盖不同的创业 有涵盖职场 有涵盖人际关系 自我成长等等 如果你也想要透过Podcast 来练习自己的英文的话呢 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管道 那推荐给大家 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或是你希望我未来 再拍怎么样的内容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见咯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每周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